然後他就把你的鼻子整個都塞住了 他就是要把這塊肉給切除 其實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很乾淨然後很明亮 住院還可以有這樣子的view 霧髮沐浴洗髮霧 這根本就是飯店才會有的吧 這是一個單T 我怕大家會停不下去 吐完之後呢 雖然好多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事啊 到底會不會痛這件事情 那個最痛最痛的我跟大家說 是他把麻藥打進你點滴的時候 超級痛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算是一個還蠻特別的vlog 就是我們要動手術啦 不是要龍鼻 也不是要小鼓 我本身算是一個非常健康的小朋友 就是從小到大呢都沒有住院 身體上沒有什麼太大的疾病 但是呢有一個小毛病 有蠻嚴重的過敏性鼻炎 它會讓我在冬天 夏天 尤其是季節轉換的時候呢 有非常嚴重的過敏現象 甚至癢到眼睛 曾經呢還這樣揉揉揉揉揉到我這個眼睛旁邊啊 全部都破皮 而且會長皺紋 對於唱歌啊 睡眠啊 講話其實多多少少會有些影響 自己私心想要把這個問題給解決 所以這次要動的手術呢 它就是把這個下鼻甲這邊會有一塊肉 我們這種會過敏的人呢 它就是很常會讓這塊肉腫起來 然後它就把你的鼻子呢整個都塞住了 它就是要把這塊肉給切除 那你之後呼吸的時候呢 就會非常的暢通 重點是它雖然是一個小手術 但是呢也是要住院兩天 因為現在呢大概是下午一點左右 那兩點呢我們就要去辦理這個入院的手續 好啦 那就大概這樣子吧 GO 已經到那個出院中心呢辦了一些手續了 現在才知道到底為什麼要在前一天就先入住 因為是因為它有蠻多東西要做檢查的 像我們現在呢 會拿到一張那個單子 那就要去做新電圖 S光還要抽血 真的超不想打針的 這個好像在闖關喔 而且還有跟你說地圖 三個關卡 那我們現在是在第一個關卡 現在來到了 抽血的地方 又要愛針了 抽完血了 我們終於檢查完了 剛剛開始抽血啊做了GAS光 到後來呢你還要去找這個手術的醫生 然後住院的醫生 還要去麻醉的諮詢那邊等等之類的 弄到現在呢 已經是下午的快要6點了 蠻怪提前住院一天好像比較好一點 不然真的來不及 好啦我們現在到16樓的住院的樓層了 其實看起來還蠻不錯的耶 很乾淨然後很明亮 重點是各位 16樓所以有病 超漂亮的 我已經開始期待病房到底長什麼樣子了 好啦各位我們已經到病房了 我跟你講我這次住的是單人病房 一走進這個病房 直接嚇死 超級像是在住飯店的很高級 應該有個10坪左右吧 各位重點是 這裡有一個一整面的落地窗 住院還可以有這樣子的view 首先呢是有電視 這才是液晶的 再來呢有一個大桌子 上面還有閱讀燈 再來呢是按摩椅嗎 很軟耶 喔它應該不是按摩椅啦 這海白板蠻舒服的 然後再來這邊呢還有一個2到3人的沙發 欸欸欸欸 喔如果把這一塊拿起來 然後墊上去的話 應該也算是一個床吧 再來看到這邊有給冷水壺 熱水壺 這是一個小塑膠杯裡面有筷子跟湯匙 這病床其實感覺也不差耶 而且它的衣櫥呢也很大個耶 另外呢單人病房裡面也有附水 下面還有小冰箱 不過它冰箱裡面就沒有像飯店一樣 有附一些飲料了啦 住院的衣服還蠻可愛的 再來看到衛浴的部分 這裡有臉膨頭跟馬桶嘛 而且它裡面的淋浴間 跟外面的馬桶是分開的耶 單屍分離耶 OMG 然後還有提供吹風機 雖然不是說很好的吹風機 就是一般飯店裡面最便宜的那種 按會有然後關就沒有這樣 然後還有毛巾也是 因為呢一般便宜都不會附毛巾的 護髮沐浴洗髮 如果這根本就是飯店才會有的吧 然後牙刷牙膏都有 我是來住飯店的吧 然後這裡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如果你是第一次住院的話 可能會沒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手上有這種光療啊 全部都要卸掉 他們說是會影響手術中 要看你這個血液循環的樣子 才剛做一個禮拜 又要卸掉了 這是要陪我住院的人 這個感覺蠻難碎的 我的身高腳會直接K一步 我啊 我一翻身就會掉下來 好大件 但還蠻舒服的 我的料子是還OK 好啦 那我們就卸掉會掉吧 一早六點呢 這個護士他就會進來幫我們打一個 很奇怪位置的點滴 嗯 對 然後打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換上這一套 剛換完這是手術服 然後之後呢 我們連內褲內衣都不能穿 那現在是早上的 七點四十 所以我們就等手術時間吧 準備要去手術了 超緊張 你要三個小時 一路好走 欸 欸 欸 嗨 大家好 現在是大概下午的三點半多一點 其實我呢 早上大約 九點多就進去手術室了 然後 11點多手術完成 只是 唉 因為瘸巴的關係 所以 要推那個止痛藥 推到剛剛還是蠻不舒服的 所以去廁所吐了一遍 吐完之後呢 現在好多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沙布這邊呢 其實是有點肾斜的 剛才手術完了 第一天了 好像都會這樣子 這已經是第二塊的沙布了 然後還是會加減一些肾斜 然後大家可以聽到我喉嚨的聲音狀況 可能很糟糕 那是因為 唉 在全麻的過程中呢 他是有在你的喉嚨去做插管的 這樣子維持你的呼吸 然後加上我現在鼻子是完全塞住的 沒有任何的空隙可以吸氣 所以我就是 講話就會很有鼻音 這聲音很難聽的話 大家會聽不下去的 就是像這樣親個喉嚨 在那裡也是會有一些血在喉嚨裡面 其實你開病房之後呢 他就是會把你推到麻醉室 然後在那邊等待一下 在這過程中呢 會有很多人來跟你確認一下你的身份 有各不各種問題 等我一樣的 大概會有四個人左右 真的是到了被推到手術室裡面的時候 然後你談好了 然後醫生也到了 你就會開始覺得好像有點緊張 然後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事啊 到底會不會痛這件事情 手術過程真的是完全沒有感覺 那醒來之後呢 我個人認為那也不太算是痛 就像是現在這樣子 你的鼻子 重感冒塞住了 那最痛最痛的我跟大家說 是他把麻藥打進你點滴的時候 超級痛 但是他只會痛大概五秒吧 因為你很快就睡著了 所以你會在那個過程當中 非常非常痛 我痛到整個手就是握拳的那種刺痛感 整個打進你的身體裡面的那種感覺 好了 那我要繼續休息了 那我們就晚點見吧 其實你剛剛吃飯都沒有味道喔 對 現在吃的時候完全不會有 後也不會有 會一直流血 而且你這個還在喔 針管都還在 對阿 這好痛喔 但是如果你當然很不舒服 他可以直接幫你打 是痛喔 對直接打直 嗯嗯 尼亞現在是這個被家暴的狀態 對阿 你為什麼把我鼻子把我鼻子打斷 嗯 這可行就你都不夠個動作喔 所以你要花錢幫我揉鼻子 會心 嗨 大家早安阿 今天呢 是入住的算是第三天了吧 今天呢 其實狀態已經比昨天好非常的多了 基本上除了還是聞不太到味道之外呢 其他都已經好的差不多了 今天做的手術呢 是舉重個彎曲 還有下皮夾維大這兩個手術一起做 那他其實是健保肌膚的 所以非常的便宜 但是呢 我個人推薦 非常推薦 極致推薦 一定要自費 買這個會融化的脂血綿 一個要4000塊 所以你塞兩邊呢 就要8000塊 超級貴 貴爛了 因為醫生說呢 如果你是用這個健保肌膚的脂血綿的話呢 他會非常的痛苦 過了大概三天 他再去幫你把它夾出來 那因為血會凝固嘛 絕對是非常卡 非常不舒服的 還有病房的部分 我覺得 如果你有多餘的錢的話 稍微升級一下 猴暈目眩拿下去吐的時候 說不定有人在廁所裡面 那你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啦 至於後續的狀況怎麼樣呢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看看過敏會不會真的改善 今天呢 大概是術後的兩個禮拜了 那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感想 那第一個呢 肯定是說到術後會不會痛這件事情吧 在出院之後呢 我就沒有再吃過任何一顆止痛藥了 但是呢 它有一個點會痛 就是呢 像我現在這樣 我現在壓一下鼻子周圍的一些肌肉還有皮膚 其實都會感覺到有一點點的痛 它比較像是一點 脹痛的感覺 除此之外呢 基本上都不會痛了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到術後回整的部分吧 術後的第三天 你就要先回整 讓它幫你清一次鼻子 那接下來呢 是隔一週回來 然後如果你的恢復狀況不錯 就是兩個禮拜後再去做回整 如果下次的狀況都還OK的話呢 基本上就畢業了 所以大概會是回整三次左右 但是這個回整呢 會是你術後整個恢復過程當中 讓你感到最不舒服的一點 它會是用這種長長的鐵匣 還有你小時候在耳鼻喉科 它幫你那個吸鼻涕的時候 會用的那種吸管 就會感覺到說有很明顯的異物感 在那過程中你的眼淚 就會慢慢的滴下來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但就是不舒服 那術後的簡單分享呢 就差不多是這樣 老實說我這次在拍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大的反響 因為呢我當時在IG跟大家分享說 欸我去做這個手術嘛 有超級多的人 都來問我說 這個手術到底好不好 痛不痛 到底要不要做 那我也非常希望這支影片 可以稍微幫助到大家 整體來說呢 非常推薦 如果你是平常就是 過敏的很嚴重 有那種季節性過敏 任何一個問題的話呢 都去做諮詢 那就是找大醫院的那種耳鼻喉科 它很多都有在做這樣子的一個手術 只要它跟你回覆說你有這個下鼻甲肥大的問題啊 或者是鼻中隔彎曲的問題 去做 就是去做就對了 因為呢你真的會感覺到你有一個不同的新世界 你做完之後呢 就是你在吸氧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完全是不同的量耶 黑眼圈呢 我自己也覺得 稍微有淡一點點 但是這裡呢 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我認為啊 這個手術 它其實不是去改善你的過敏 比較像是 它讓你在過敏的過程當中呢 不會那麼痛苦 就是可以減低 你過敏的反應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完全根治過敏的話呢 這個手術可能還是很難做到 很推薦大家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問題的話呢 記得就去諮詢看看吧 好啦那這支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之後還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的 會再開另外一支影片 好啦那我們就下集見吧 掰掰